我們每一個器官在捐贈之前 都有很詳盡的評估 反映20多年的器官移植經歷 洪醫師滿滿心得精 超到多年對於移植這一塊 已經有多年的臨床經驗 摘取這個器官原則上 絕大部分都是由要去移植的醫師 親自到台上來去做評估跟摘取 所以對於這個器官跟組織的品質來講 它是非常的清楚 洪方明醫師在第一線 推動器官捐贈20多年 除了亞東醫院創傷加護病房主任醫師之外 同時申請財團法人 器官捐贈移植登陸中心董事 日前台灣組織庫學會 呼籲政府成立共享平台 參考歐盟27個國家 設立統一登陸平台 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模式 提升器官捐贈效率 洪方明醫師這麼看 又非常的緊急 所以你說把它整合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的不恰當 進入到再生醫療這一塊 其實它就又有一點點 涉及到一個商業 所以我覺得如果整體 他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去做討論的話 我個人認為 可能還是需要回歸到 辦官方的登陸中心 去做整個整合分配 根據國內統計 目前現有62家醫療機構 設置人體組織保存庫 存有17類組織 及周邊血液幹細胞 最多的是台北市12家 第二是台中市7家 第三是新北市6家 而目前台灣器官移植上 在角膜跟皮膚兩個項目 設有專屬的庫存 屬於國家級編制 其他器官跟組織方面 是由各家醫院機構負責 洪方明表示 器官移植牽涉範圍廣 設置平台有其優點 但考量各家醫院的儲存方式 還有後續的管理辦法 現階段要執行平台 難度非常高 困難就是每一個組織 基本上它都是一個不同 從栽取到釋放 所以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如果真的要 我反而覺得它應該是 單獨的組織 單獨的規範 它會比較恰當 事實上來講 這樣的一個構想的發想是對的 但是它本身必須要考量到說 這樣的一個平台 必須是要安得在一個政府的 或者半官方的所謂的非營利組織下面 那目前來講事實上我們政府 就有所謂的器官移植捐贈登陸中心 那這個器捐中心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公開透明的一個組織 而且它目前的這個平台的運作 也是充分地考量到各機構之間的一個 這個器官捐贈的登陸等等 畢竟器官移植不是真的零件 能說換就換得經過多方檢查 皮膚角膜適應度比較高 但若是脹氣等器官 考量因素就很多 醫師表示共享平台 在台灣要推行不容易 尤其是各醫院 對於專屬科別各有專精 以衛福部數據來看 2003年到2014年 器官移植存活率排行榜 換腥部分成大存活率87% 39例 換腎是異大98% 62例 換肝是高雄長根91% 1037例 換腎則是台大51% 49例 台大同時也是換腥 換腎換肺三冠王 其中洗腎人口多 換腎比例也很高 有人自願發揮大愛來捐盛 其實這個來源都不足 除非是靠透析家人親屬的監證 才能夠克服 所以我想說在國內跟國外都一樣 其實會影響到那個移植 最主要是器官來源的嚴重不足 器官移植牽涉廣泛 共享平台 利益良善 但卻有現實面的因素考量 該如何執行跟落實 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TBS新聞張志銘 藍芸銘 台北參謀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